我觉得我今天穿的很黄 我想一下说啥 这周感觉也没干啥 然后也不知道拍些什么 我想一下我做了些什么 我和我小学女网友视频聊天了一次 然后和刘雨桃和网友朋友出去 我们辩论组又团聚了一次 然后本来这周要喷那个车的气的 但是还是没喷成 我小学女朋友和我 就机缘巧合之下 她就成了我学妹 但其实前期我也一直在怂恿 说我们高中都嘛都嘛好 欢迎你来报考吧都嘛 然后最后 这是她给我说的版本 我最后忘了 她说当时 然后她说当时我给她说的是 她去读了高中 然后我就会很照顾她之类的 然后她去上了高中之后 就见过我一面 就是也不止一面吧 一两年吧 但是我还记得我要高考的前不久 她还来我们班找我 然后写封信给我挺感人的 就对学长的助理高考顺利这种 然后我们就很多年也没有见了 算了一下 但是她一直很怪我 其实来上我们高中 然后就不管不问 不都很正诚吗 学长不都是这样骗学妹来上学了吗 然后就为什么要和她视频聊天呢 因为我最近在剪一个2019年的年度总结 然后我给她说 我剪了很多我和朋友的片段 她就说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她都没有出现过在我的Vlog里面 后来我就想说 要不我们视频聊天吧 我把屏录下来 这样就可以把你剪进去了 然后后来我还真的就把它给剪进去了 但我刚才整理素材的时候 发现一个很惨的问题 就是录屏的时候没有点录制麦克风 所以完全就是 一点声音都没有 就看到她的脸 她大脸在那里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不过将就了吧 这是六岁七流水这样真的 你看我们光电楼 还看不到 反正在对面 不是那边中间的一个 在用吗 在用啊 做谁也会去来做 看我们大光电楼 不过 视频不能批 应该是这个 也是你中期我谁要问的是今天都在吐啥都是一个穿过副的娘人吗 对啊我在微博上大家都很表明啊 哪里会有多少真实之间 啊朋友圈 你分批该换好吗 客户空间我很保证 我整天都不上 微博上都是 微博上我很保证 我很表明 就是我很 所谓的追求我自己相想 那时候过心点 那朋友圈 但是你发哪些过一般从来都没有人听 双下发挑战 这啥 然后 刷在哪 这个不是天气啊 这个是那个 什么 有啊 有芽 有 WOW 有 有 感谢观看